我强烈建议你们,新赛季都来用加罗上分 我终于言诱透了,不仅是极致的打团绒错律 而且是最快的发育速度和最高的爆发上线 更是细节到没有弱势期的加罗出装名文 首先是名文,红色带五货元五红月 蓝色七狩猎三朵翠,绿色九云眼一新眼 虽然看起来很奇怪,但每一处都是极致细节 下面结合装备一起一样 出门买鞋子,走到高地原样卖掉换公宿匕首 能白票三十点一速,更快到线上 加罗前期主要靠一技能拉扯消耗 特别是一技时,加罗不仅手长,而且普攻附在流血 只要拉扯得当,却能对拼无敌 但大多玩家都不知道,加罗无论是开弓时的流血伤害 还是二三技能都是法术伤害 所以一新眼提供的法传和攻速非常细益 接着先出碎一只枪,再出攻速鞋 新赛季的攻速鞋,就是为加罗量身定制的 先买攻速鞋,每次普攻都能回血 并且命中敌方英雄回血还会翻倍 要知道加罗具备超远射程,能频繁消耗对面 所以蓝色明文直接带七手鞋,拉满一速 再带三朵翠,搭配攻速鞋的回血 能续航充倍兑现无敌 到了中期,再根据敌方阵容 把攻速鞋免费换成抵抗鞋或者不甲鞋 下面重点来了,先出冲的强调,再和无尽 此时明文的10.5暴击率 加上无尽的20暴击率 以及大招的30暴击率 刚好达到无尽被动需要的60暴击率 能最快速度拉满加罗的爆发伤害 对象打团都无敌 并且这样出装能从根本上解决 加罗中期发运慢伤害级的缺陷 之所以不牵出影刃 是因为加罗大招自带30暴击和攻速 它自带高配版影刃 并且还有名文攻速鞋 以及速级之相 此时根本不缺攻速 只有牵出无尽才能最大性价比 在追杀和逃跑时 千万不要忘记 即使加罗关闭大招 也能获得3秒的30%暴击和疑速 用好这一点有奇效 再讲后面的出装之前 希望大家给我个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视频吃素不易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恭喜贵求贵谢你们的支持 出完无尽后再出影人 新赛季地图变大 这对于手长的加罗来说 是一波大加强 但加罗毕竟是无畏一带式 所以当遇到李白 药 韩兴等 强制的变形战士和刺客 接下来一定学会针对出装 才能让对手为风骚乱 把鞋子免费换成不假鞋 新版不假鞋 能直接抵消15%的伤害 非常实用 接着先出金尼护手 再出主日 主日提供的移速和射程 不仅能大幅地提升加罗的打团成错率 甚至能破冰去杀落单的脆皮 打出减原优势 接着出爆裂 爆裂不仅有移速 物防和900生命值 更有伤害提升和攻击力加成 能进一步拉满加罗的爆发伤害 出其他防御装备 就远远达不到这个效果 更强的是出完爆裂 加罗的最高爆发移速 高达663点 能持续3秒 堪比神装关羽 跑起来后再开几把 能直接拉满加罗的打团拉扯能力 当然爆裂是一件摇摆装备 如果对局没有刺客突脸针对 就把爆裂换成气血 气血能保证加罗持续满状态 在后期压塔时有奇效 如果对面有小蔡 陈小金等回血英雄 就换制裁 遇到婉儿 司马懿 活物等高爆发似 就换魔女等棚 如果对面有张飞连坡等 巨型坦克 就换魔士 最后一件出碎云锤 之所以不出破咬 有两个原因 第一 破咬小金速一日枪的精准被动 和主日的精准被动重复 等于从1100的穿运弓 到3400的破咬 期间伤害几乎没有提升 第二 破咬不仅价格昂贵 而且合成其慢 各种卡经济和装备格子 顺风卡1400 逆风卡2300 经常导致顺风便逆风 逆风局必数无疑 而巨型锤价格低廉 合成平滑 不仅有80攻击力 保证爆发 还能提高大碳强度 等占购2140精密 再把巨型锤换成破咬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我是公警 特别期待你的关注